第五十六章 世界上最冷的地方 你注意过温度计上标的度数吗? 一般,最低的那条线上标的都是-40摄氏度 难道世界上没有比零下四十度更低的温度了吗? 当然有,不过一旦温度低于零下四十度 温度计里面的水银就会被冻住 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只是温度了 那你知道,世界上最冷的地方在哪里吗? 也许,你一下子就想到了北极 还有呢? 那我告诉你吧 西伯利亚也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之一 那里的温度会让所有普通的水银温度计都失灵 我们在前面说到了雄国俄罗斯 西伯利亚就在这个国家最北部 到了冬天,那里就有极业现象 就是一天24小时都看不见太阳 瑞典和芬兰也极其寒冷 但那里有墨西哥暖流 所以相对来说,并没有西伯利亚那么冷 在西伯利亚,我们平时用的水银温度计都会被冻住 所以只能使用特殊的温度计 在那里生活的动物都长着厚厚的皮毛 所以不怕动 但是人可就不行了 它们必须穿上厚厚的皮衣 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的 不然就会被冻死 西伯利亚分成了几个部分 并不是每个部分都那么冷 北部地区是最冷的 到了冬天,连脚下的土地都会冻结 任何植物都不能生长 但是到了夏天,这里又格外炎热 温度可以超过30摄氏度 那个时候,地面已经解冻 地面上会长出苔藓或者其他矮小的植物 比起北部 西伯利亚的中部就暖和多了 那里拥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 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 比如狐狸、狼、雕等等 雕的个头很小 但皮毛非常漂亮 它的毛通常是纯白的 除了尾巴上有一个黑点 雕非常爱干净 总是把自己的毛梳理得油亮油亮的 猎人们经常去捕捉这些动物 然后剥下它们的皮做衣服 法官和国王这些地位尊贵的人 经常穿雕皮大衣 做一件大衣通常需要很多张的雕皮 也就是说 有很多只雕就这样白白地 失去了生命 西伯利亚的南部有世界上最长的铁路 西伯利亚大铁路 它到底有多长呢 在起点莫斯科上车 你要坐两个星期才能抵达终点海神威 那个地方也叫做弗拉迪沃斯托克 你坐在火车上也许会感到奇怪 因为很可能连续几百千米都看不到人烟 有时连一栋小房子也没有 但是确实有人住在铁路附近 你在坐火车的时候还会发现铁路两边摆着很多木头 那是火车运行时补充燃料用的 因为当地的火车是烧木头的 如今啊西伯利亚大铁路早就实现了电气化 但是西利尔老师当年乘坐的还是烧木头的火车 火车到站的时候稍稍注意一下 你就会发现西伯利亚的城市名字 最后一个字都是克 厄姆斯克 托姆斯克 伊尔库兹克等等 在西伯利亚流传着一个有关于问路的小故事 说的是有个人在西伯利亚大街上 问最近的火车站怎么走 有个当地人告诉他 一直往前走四万千米 然后转身再走两个街区就到火车站了 你猜美国离西伯利亚有多远呢 几千米 几十千米 还是几万千米 其实 西伯利亚距离美国只有短短的八十千米 那是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之间的白令海峡的距离 如果是童话中的巨人 抬起脚就能从西伯利亚跨到美国 有人说生活在北美的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 都是从亚洲或者从中国来的 所以他们长得很像中国人 俄罗斯以前叫俄国 国内最高的统治者是沙皇 那些对沙皇不满的人 即使抱怨几句 也会被抓起来 放到西伯利亚的煤矿里去做苦工 很多人都无法忍受那里的恶劣环境 死了 还有的人在到达之前就死去了 对沙皇不满的人